這個長橫哥裡面 到底他的負能量多還是少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 最後的字評統計分析 第一名的字數最多的是什麼呢 步 為什麼步 一直步步步 一直在否定 所以一個人你會發現 如果這個人一直在講否定的話 他的都是通知 這個人大概不太樂觀 大概悲觀的比較多 要不然就是無沒有 一看都是想有 而不是想沒有 而不是說你一個樂觀的人 通常就是我有什麼 我知足了 而不會說我沒有 對不對 所以無為什麼一直不是步 所以你看這個詩 會很真相 我覺得也很難 第三個居然是天 為什麼要問天 問你自己就知道了 當然還有人、春、衣、身、金、群 當然你還看前後文 如果你假設說你要把詳細的前後文看出來的話 你可能就是在自己再去看一下那個字詞 所以如果字評之後 我甚至覺得說你可以再做個查詢系統 可以把所有他出現步的前後文再找出來 你再看一下 你就不用 像以前我們是從頭讀到尾 讀完前面 看到後面就忘了前面 就是你會變成說 你很難去整體的看一個作品去分析它 但我覺得你可以換個方式來了解一個作品 呈現 所以最後再把圖給畫出來 我是希望做一個樞紐分析 這個之前我們做過了 就是說我們比較沒有用在文學作品的分析上 OK 所以要怎麼做 第一個 我會需要先做一個什麼 字評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先做這件事情之前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一定要把這個840個字 每一個字都把它分割開來 和一個字 那為什麼要分開來 因為每一個字一個字分開 你就可以算它的總字數出現的數量 你如果不用樞紐分析 你可以用county譜 county譜 一樣可以去算 哪一個字出現的數量 只是說比較麻煩 樞紐分析表還是最快 樞紐分析表我覺得真的是太方便了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第二個的話 在這上面 輸入一個藍號名稱 叫單字好了 我希望把每一個字一個字分開來 所以有個藍位名稱 記得喔 在那個seal裡面 最好都給藍位名稱 底下就是放 我們長橫哥的840個字 所以放下來的話 加藍位名稱等於是 會到841列的位置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把它切開來 一樣嘛 用mid函數 那資料在哪裡呢 資料在長橫哥裡面的A1 所以按一個F4 把它簽後 因為等下會向下填滿 下填滿其實 鎖A1 鎖1就可以了 因為向下 是列的部分會加1 那幾個字 一定是一個字 那 從哪 第幾個字 其實我們可以用剛剛那個 叫用Raw 為什麼 用Raw小刮弧 它會抓到你現在所在的列 那因為我要抓的是第一個字 可是它是2 怎麼辦呢 減1比較好了 它就抓第一個字 你說這樣OK了嗎 其實就OK了 為什麼 因為你向下填滿3-1 那就第二個字 有沒有 一直在一推嘛 所以一直往下抓 那不就剛好抓到第840個字 因為全部都840個字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那記得你往下拉 可能就要拉到841吧 因為藍物名稱再加上去 所以你往下拉到841 其實你42也沒關係 超過一點點沒關係 因為它如果沒有字 它那個地方就不會出現了 超過嘛 反正沒有字它就抓不到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每一個字全部分開來了 OK 不過我還是建議不要超過啦 因為如果你書的分析 它好像空白 它會把它當成是一個資料來分析 所以盡量還是精確一點 OK 到841 好 這樣的話完成第一個字屏的分割 就每一個字每次分割開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就是再把游標放在這個單字的這個範圍 你不要放外面 你要放裡面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在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會框起來 問你說 你要統計分析的是不是在A1到A的841 對 範圍沒錯 範圍沒錯按確定就OK了 所以如果你先統計出來之後 再做插入樞紐分析表 的動作 然後再來的話就很簡單 把單字拖拉到列 再把單字拖拉到詞 它就會幫你康復一下 每個字的總字數是多少 它就會呈現 但是我們想要知道就是 大概前10名就好了 所以游標先放在B4 資料裡面呢 把它Z到A一下 Z到A就排序了 排序 大的幫我排到小的 不過好像六個 出現六個字的好像特別多 哇這太長了 所以乾脆我們這邊條件設定就是 只要條件它的數量 乾脆大於等於7算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把這個條件篩選一下 留下來的部分 就是它的條件是 大於等於7 所以我們選那個什麼 這個列標籤右邊這邊不是個箭頭 你就找直篩選 大於等於有沒有 那就輸入7比較好了 OK 試一下 這邊點一下 直篩選 大於等於7 好 留下來是不是大於等於7 對 沒錯 那我們就大於等於7的部分 最後再畫一個 你可以從樞紐分析表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不過很多同學都找不到 或者另外一個比較好找 插入這個好了 插入應該比較好找 那找到直條圖就可以了 我們畫一個簡單的好了 直條圖 這長條圖 應該是這個 這個叫直條圖 然後你就選一個 基本的就好 平面的 我們不要 那當然你要花俏一點 你用立體也可以啦 我覺得沒必要 OK 然後把這個放大一下 然後最後的話呢 你就把這邊的 這個標題改一下 叫自頻分析 或者長… 長橫哥自頻分析好了 然後把標題打上去 我的習慣是 再點框框一下 常用的部分給它顏色 給它出題 字放大 這樣比較簡單 OK 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合計 這個其實叫… 這叫圖粒 圖粒可以把它delete掉 讓它長得像這樣子 就很清楚了 有沒有 所以馬上知道說 那個根據 自頻的統計分析 裡面看得出來 其實長橫哥出現自頻最高的 前幾個都是負相能量很高的 像布 像無 像天 為什麼要問天 問自己比較好 諸如此類的 還有其他 那當然啦 不過這個 當然你自頻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不知道它到底哪些地方是… 布的前後文是什麼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還想知道 布的前後文的話 可能我們後面 還需要做一個查詢系統 比如說你輸入布 請你把所有出現布的這些句子 通通讓我看得到 那如果可以 不過啦 其實如果你要用最簡單 你如果不特別寫一個 你可以從分一欄的地方有沒有 我是建議你用分立欄落這裡 然後 這邊的話其實就可以篩選 下一個條件 那你可以用篩選的方式 這邊有一個叫 這邊這個好了 上面有欄位名字 用這個 然後篩選 比如說你要想要知道布在哪裡 篩選裡面不是有文字篩選 裡面有包含對不對 你可以用這個包含 你就輸入布就可以了 我們按確定 布就出現了 布為什麼不是有6個嗎 他怎麼出現只有3個 反正至少可以找出來 為什麼只有3個 那這邊為什麼字屏出現 這個可能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這邊都會出現布的這個字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們最後其實只要做出那個字屏 這邊就樞紐分析了 所以這邊 這個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字屏 然後再來樞紐分析表 我剛剛主要就是說 新增一個工作表 給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應該記得起來吧 然後再來的話 針對它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把這個裡面它的條件 是大於等於7的 幫我秀出來 並且針對這個表 插入一個直條圖 然後把它產生出來 給它一個標題 這樣就完成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 就是 請大家呢 把這個字屏的統計 跟樞紐分析的圖表 做出來之後 最後把它存檔一下 就是這個結果 把它存檔 這個就長橫哥 最後的 要請大家做的作業 記得 存檔的時候一樣 要啟用巨型的活頁部 因為裡面我們有 寫那個 VBA的部分 如果你沒有 啟用巨型的活頁部 你剛剛的程式就全部消失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